你 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别提了 这几天啊 整条官道都翻了个遍 还是没找到那个卖点心的小姐姐 以我说 马晨被抓了 那你有没有去到画文武啊 没有 不是我说大哥 就算他真的被画家给抓了 那也是他们两家的私人人 你一个外人你上怎么行 你家的小娘子便没搞定了 你是不是想吃河头 我喂你了 大哥大哥大哥 你宝贝我受不起 受不起 最近又是受什么刺激了 又拿我撒气 知道我不想就别吵我 那应该是不行 行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我走 撞得好 撞得好 大哥 你看谁来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用红枣做的 所以给你们来吃特别的 小姐你可以试试 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 下次有需要的话 必须来找我 我都在这儿啊 都见面了 小经商 是你 公子还真是花雨楼的常客啊 彼此彼此 上次在巷子里 我也算帮了你一把 姑娘不打算请我喝杯酒 答谢一下 工作时间薄荷酒 不过我可以送你一替 我做的点心作为谢礼 如果这些都卖完了 你是不是就有时间了 也许吧 这红红绿绿的 都是什么做的 这些都是我做的高团小点 有红糖味的 紫薯味的 还有薄荷味的 要不然尝尝 不用尝了 尘包 送到楼上的笼子包包